大家看到Tesla要到印度了 Tesla最近在中国显然遭受了一些压力 你可以看到最近上海的车展当中 有一个女生站到Tesla的车子上面 那么她在控诉Tesla的煞车不灵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Tesla把超级工厂 设在上海之后 她未来很可能会面临一个非常巨大的挑战 她现在挥军到印度了 现在我们看到除了德国以外 中国在进入电动车的领域 她是最义无反顾的国家 你可以看到在2018年的时候 2017年中国政府把在上海自贸区的 87万平米的土地 她只用9亿7千万人民币 就半买半乡送就送给了Tesla 那么又同时用国家航局的力量 又贷款200亿低利的贷款给Tesla 最重要一个关键就是她等于是招商引资 让Tesla在上海煮炒 Tesla落脚在上海最大的一个责任 她要让中国的整个产业的供应链自主达到100% 这个战略其实非常大大的影响台湾 你可以看到我们在看到Tesla当年的产业链当中 核大跟Tesla供货多年 核大在过去前两年 它的EPS其实每一年都维持4块钱以上 核大这两年EPS都剩在1块多 那这个也可以看得出来 连台湾跟Tesla过去 关键非比寻常的供应链 显然在今年这个回合 都面对中国的极大压力 所以当中国把Tesla供应链在地化自主化以后 台厂在汽车零组件产业 其实我们遭受到非常巨大的压力 我们都可以看到在过去10年当中 中国在发展电动车领域 它已经国家补贴达到6760亿人民币 这个是你无法想象是超重量级的一个国家补贴 在这种情况之下 中国的新能源车正在快速发展 比方说你看到百度现在跟吉利 合作要造车 小米现在也希望能够快速赶上 这个时候大家还注意到 中国的电池产业 现在南瓜全世界七成的市占率 换句话说 电动车未来最重要一个产业 在电池跟电池芯 那这个时候大家也可以从这当中 看到一个新的变化 台泥这次花了100亿年去投资 这个内三元电池 这个是台泥跨境这个电动车 很重要一个表态 同时在这次的这个除能的系统当中 台泥也发动一个收购 所以这个对欧洲市场来讲 台泥也是布局在前头 那这个情况来看 我相信电动车的未来 一定会给大家带来一个 非常大的驰骋的空间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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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